前幾天有人在講公測的問題 到底公測有沒有可能污染 我們自己檢討一遍大概有幾個想法 就是說 因為事實上我們 我們在針對臺北的下水道 污水下水道 好像做了36次 不同的地方去檢測 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方去做 其中有三次是有找到那個 病毒的RNA 所以表示說感染者你知道 他這些濾過性病毒會在 糞便裡面會存活 所以 事實上我們在研究 一般我們沖馬桶的時候一按下去 其實那我看不到噴霧會上來 所以有個概念你知道 在這段時間使用廁所你知道 應該是馬桶蓋先蓋上去 才沖水 這樣才可以減少那個含有病毒的氣溶 像膠顆粒 污染那個空間 當然有人講說那可能是很多公共廁所 他也不是 抽水馬桶 他也不是那種做事的馬桶 那根本就是 敦式人 那根本也沒有馬桶蓋 所以結論是 上公共廁所你知道 口罩戴好 還有 這個手有摸過你知道 出來洗手 還在洗手 所以 戴口罩勤洗手 這還是一個重點 不過為了要減少這種感染的可能性 如果有使用做事馬桶的 請先蓋好馬桶蓋 再沖水 那如果是 如果是敦式人 那更要把口罩戴好 不管怎麼樣 洗手還是很重要 不過也因為這樣你知道 我們也怕說這廁所真的會 會變成一個感染源你知道 所以目前公共廁所的 傾銷頻率 我們會改成兩小時一次 最重要是那種 每天的第一班 人流開始聚集之前 會完成第一次傾銷 這大概是 我們針對那個公共廁所 可能的感染 會給他一些 再精進 所以就拜託大家 做事馬桶 沖水之前先把馬桶蓋上去 所以保護自己